上后精彩继续 黄胜一回忆一夜成名 赵本山徒弟大胆挑战维塔斯 昨天音乐剧电影《一夜成名》在北京开机 主演黄胜一 Vitas 刘烨 以及赵本山的徒弟田娃等人悉数亮相 为了配合音乐电影的主题 黄胜一等人载歌载舞颇为尽心 而人称海豚鹰王子的Vitas 现场还被田娃挑战其海豚鹰 更多精彩就随经纬去现场 一读为快吧 欢迎各位的到来 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金贵 作为音乐剧电影 影片一夜成名的开机发布会 一上来就在歌在舞动感十足 这热烈气氛显然也感染了黄胜一 维塔斯 刘化 田瓦 王思义等一众主创 黄胜一就率先活跃起气氛 影片一夜成名讲的是 田娃饰演的西北歌王一夜成名的故事 而黄胜一则是她的幕后推手 我就是来帮助那个人怎么样一夜成名 其实说到一夜成名 可真真实实发生在黄胜一本人身上 当年凭借一步功夫 让她成为皆知向文的女星 而她的伯乐无疑就是周星驰 面对自己的这一段特殊经历 黄胜一满是感激 对周先生我一直都是很感激的 我觉得一夜成名 一定会有很多感恩的心 去感激的对象 因为也是因为她的提拔提携 才会让大家了解手指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是有 怀着这样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我见到她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这样说的 怎么把你给照相作为男一号的 其实我也几个例外 可能是这部戏需要一个特型演员 可能是我长得够张扬的方式 别看田娃自己莫名其妙地当选了男一号 并且作为赵本山的徒弟 田娃的名气也远不及小沈阳这些师兄 不过正所为 没有金刚钻就不懒瓷器活 田娃在音乐造诣上可颇有过人之处 现场她一出手 就挑战起维塔斯天籁一般的海豚音 你们很棒 来问问原版的感觉怎么样 刚才猜到我们中国著名二传演的田娃唱评的这首著名曲目 什么感觉啊 更喜欢她的舞蹈 我更喜欢你的舞蹈 那你唱一个吧 海豚抽筋舞啊 海豚疼啊 不疼能这么叫我 当天维塔斯没有一盏歌喉 而是出人意料地表演起了小魔术 不过这可让刘化在一边看得乐不可知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 接下来刘化现场就把维塔斯的魔术揭秘了 刚才维塔斯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手指头有点像那个非洲的 然后再给拿出来 手指头是在这 然后这样 瞧这几位戏还没拍就开始交上劲了 看来这西北歌王想要一夜成名 面前可摆着不少阻碍 想了解更多影片的有趣幕后 请关注我们今后的报道 欢迎订阅